那妳看媽媽 看媽媽 媽媽記錄下兩歲的恩恩 才剛學會騎搖搖馬 沒想到上個月中 卻因為確診後重症 離開人世 讓做父親的難以接受 大家知道我小寶是 COVID-19的確診病患 那在離世當天 其實他就一個孤零零 坐著禮儀車的車 就離開雙和去羽化 我們沒有辦法親自送他 林爸爸回想起寶貝兒子 忍不住難過哽咽 一家四口都確診 當時他人在新竹隔離 老婆帶著大女兒 和小兒子在中和居隔 林爸爸質疑 整個通報送醫的流程有延誤 在問一九什麼時候到 他們告訴我們說還在聯絡 我不知道他們在聯絡誰 那中間後來 他們有一些回撥的電話 可是也是沒辦法 明確告訴我們 林爸爸說當天兩歲的恩恩 高燒不退全身抽搐 他們先打給中和衛生所 再打兩通一九二二 最後求助一一九 從波通到救護車抵達家中 花了八十一分鐘 質疑送醫機制延誤治療 如今看到車子後座還留有恩恩的兒童座椅 上頭的乖乖是他最愛的零食 林爸爸除了難過自責還有滿滿不捨 一家人身體才剛康復努力堅強面對 三地區人林英偉 光山運 新北報導 師父 師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